但加上女子发出哀嚎声 救护人员小心翼翼 将女子抬上救护车 因为她就快要生了 紧急帮孕妇带上氧气罩 安抚她的情绪 亲友也在一旁陪伴 在五分钟就要到院 但宝宝颇不及待 从妈妈肚子里钻了出来 救护人员也好心急 照片上可爱男人 就是在救护车上产下来的 男姻母亲是35岁 谢姓孕妇 原本跟家人到非牛牧场度假 却在深夜12点时 突然持续症痛 被送往医院涂装 宝宝等不及探头 直接在救护车上产下 是没有想到说 她会这么临时 因为早上医生说 也说没问题 然后就是两次症痛 我就跟她说不行 我要应该是要回去 我们在做地形产检的时候 医生也是有帮我们 做那个公宿的一个检查 那都是没有什么异状 孕产情是12月10号 度假前才去产检 宝宝还是提早半个月报到 但医生提醒 其实怀孕满38周的孕妇 就不要出远门 一般我们会建议孕妇 如果怀孕满38周之后 最好是不要出远门 而且尤其是多胎的产妇 因为多胎的产妇 有时候产生的进展 相当的快 一家人开心度假 没料到宝宝却急着出生 而且是在救护车上 让妈妈真是又惊又喜 幸好母子平安 近时彭志明 苗栗 采访报导